最近中国女排正在香港做好试联赛的备战 这一战比赛对于中国女排而言是生死大战 务必要在本战比赛取得佳绩 才可以参加巴黎奥运会 在这次比赛到来前 中国女排教练组携手香港当地 举办了一次重要的交流活动 中国女排一众主力 包括朱婷在内的这些球员和香港当地的中学生 进行了一次非常友好的交流互动 而且在这次互动活动上 朱婷还临时走马互夫任 完成全新身份角色的转变 相信很多球迷看到后 都会非常的开心和欣慰 对于她的恩师郎平来说 也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据港媒报道 最近中国女排在香港体育馆 给香港当地学生们上了一场排球教学课 在当天的活动中 朱婷这位主力球员化身成为临时教练 教授这些学生如何更好地练习和掌握排球的技能 除此之外 再谈到关键的细节问题 朱婷还特别耐心和这些孩子进行交流 教会他们如何更好地把技术的要领 在赛场上打出更好的表现 不少球迷看到朱婷如此细心和耐心传授排球知识之后 都觉得非常开心 也非常的感动 这恰恰就是一种中国女排的传承 很多球迷从朱婷的身上看到郎平指导的身影 看到朱婷将来成为主教练的可能性 毕竟大家非常清楚 朱婷本身就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世界级别主攻手 她的能力经验是无可挑剔的 天赋也非常厉害 如果将来朱婷能够在退役之后 选择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 相信她可以把自己一身本领倾囊相受 帮助中国排团培养更多的人才 关键是朱婷的性格非常不错 而且很有耐心 可以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理由相信朱婷能像当年的郎平一样 有教无类 帮助中国女排挖掘到更多优秀的人才 总而言之 通过这次交流活动 很多球迷看到朱婷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此次临时担任排球教练的角色 也让朱婷感受了不一样的角色 将来能够更好地为中国女排服务 在这里要恭喜朱婷 恭喜中国女排 后续期待朱婷在本战比赛 带领中国女排取得佳绩 征战奥运会为国争光 说到这里 不禁想起之前郎平接受采访的时候 对朱婷的一番评价 郎平认为朱婷和自己年轻的时候非常相似 这一点不仅仅是说她的能力 更是性格以及各方面的为人处事 所以说实话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朱婷退役之后都非常适合担任女排主教练 真心期待朱婷继续在排球领域发光发热 将来一起陪伴中国女排成长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